挑战答题 各位看我身后漫山遍野的翠绿 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心旷神怡的感觉呢 告诉您啊 我身后的全部都是龙井茶树 那这个龙井茶树呢 是咱们国家的十大名茶之一 而且呢有着很好的保健作用 比如说可以减肥 很多想减肥的朋友可以多喝点龙井茶 同时呢还可以防癌啊降血汁啊 还可以减轻尼古丁 对吸烟者造成的伤害 说了这么多龙井茶的好处 各位你已经猜到我在哪了吧 没错 我在杭州 好了 到了 就是这 走吧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当地的就不一样了 他的心特别的细 女儿的所有的衣食住行啊 都是由他来操持 并且呢 他还是一位摄影的达人啊 据说他的女儿就从来没有到照相馆里去照过相 因为所有的照片都是由爸爸来掌机的 好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家人呢 把他去认识一下 到了 就在这一家 你好 半天不来的 没反应 哈喽 嗨 哎呦我天哪 拍照刘静 这个进门就照相 你好 老师你好 还没进门就照相了 走走走 你们好 哎呦小朋友 好可爱 给我握握手好不好 真给面子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进入升级到家官方报名平台 参与我们的节目 父亲母亲 父母亲 这我女儿 这是我两个强有力的亲友团 我跟你说啊 我听说呢 你们家这么可爱的小公主 她从来就不用去照相馆 还一分造主 你看我给她拍的这个相册 相册 来看一下 这谁给你拍的呀 她拍的好不好 你还还嫌我拍的不好 她拍的好不好 好的 这宝贝在吃东西 这是棒棒糖 在你看这边 很可爱 你看这个神态 真的你看看 很天津湖泼的 给她拍照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 可以陪她 然后在技术上讲呢 可能很多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因为孩子不好拍 我跟你说 首先你要了解孩子 对 第一个呢 就是说到一个比较熟悉的 她熟悉的环境 比如说游乐场 但是之前 你在路上的时候 就要跟她说 我们今天去哪里 我们要去干什么 让她自己有个印象 到那里 她就会很放松 自由 然后很开心 就之前的这个铺垫 其实也很重要 铺垫很重要 第二个我觉得 我作为父亲 或者说 或者说家长 跟孩子之间是有交流 比如说我拿个比方吧 这个给我吃一个 你要给我奖励 我给你拍照片 这样的话呢 这样就有互动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带孩子出去玩 大部分都是 十点钟到下午两点 这个时候呢 一般都是太阳在顶上 顶光照下来的时候 眼睛和鼻子下面 都有阴影 就不好 然后紧密要选择到 阴影的地方 这样呢 整个效果好一点 也就是说 做到你刚才说到 这个三点的话 就能拍出很自然的 很漂亮的 这个儿童的一个照片了 是吗 一般来说应该可以 没问题 没什么大问题 我知道你在这个摄影方面 的确非常的厉害 绝对摄影 搭人的 今天看了我们这期节目 很多爸爸妈妈 一定收获不小 那么现在我想问的是 第一轮最想升级 家里什么东西 我最想升级的 就是电视机 这个电视机 我看着薄的 我看还可以啊 有点年头了 因为另外的可能更好 想想更好一点 好一点 很孝顺的 给我们再升级 好了 想升级什么东西 就把它贴上去 好吗 好的 让我们选出一位答题代表 你们会选谁 那我们只能选择 就那个胖子吧 选他 选他 说我动静里有料 好来 对对对 他们都喊你胖子 满足精准 而且这个就是分量比较重 对对对对 在答题之前 我们一般来说 是会给我们的答题者 看一下那个要升级的东西 你想看吗 我当然想看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 绝对 绝对 OK 第一轮游戏规则 三提两胜 答题时间三十秒 有一次向亲友团求助的机会 时间为六十秒 答对了 立即升级救物 并可选择继续第二轮游戏 答错了 我们将带走 代升级的救物 游戏结束 相信自己 相信腐败 天性不宜 永不远退 第一题 杭州西湖 英河而得名 A 附近有座西山 B 像西施那样美丽 C 位于杭州的西部 计时开始 我能求助吗 可以啊 你想求助吗 求助吧 好 一分钟计时开始 行 可以探讨 应该是杭州西部 应该是西部 很西 很西 我想想 西面 不是很西吗 我觉得 你作为一个杭州人 这个问题 你还想这么长时间 没得解答吧 应该是 那好吧 确定吗 确定 这道题 其实真的挺关键的 如果你答错的话 你明天上班 你就不好意思见同事 是的 所以刚才你选择了求助 家里老人家说了 应该是答案C 对对对 你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吗 他们说的有道理 我告诉你 他们吃的盐 可能比你吃的饭多多 是的 但也有可能 他们也会答错 应该是对的 你回答C 位于杭州西部 所以你的回答是 正确的 正确 正确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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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英明啊 这道题看上去很简单 但答案就是C 西湖就是因为在杭州的西面 对 太简单了 我也有点怕 我也有点怕 好了 来提上第二题 如果家庭里电视机的观看距离是三米 那么选择多大尺寸的电视机是最合适的呢 A 40寸 B 42寸 C 46寸 几时开始 40 42 46 对 选哪一个 我家这里差不多是三米 我去买的时候 他跟我说32或者40寸 40 42 46寸 40 42之一 因为这两个太相近 对 杭州员跟我说是32寸 4 3 2 1 时间到 来 40寸吧 40寸 A 对 好 这道题 我来宣布答案 我感觉好像是42 你们觉得他答对了吗 对的 对的 A 40寸 所以你的回答是 正确 这表情有点怕了 错 应该是42寸 很遗憾 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B 42寸 三米的距离是42寸 好 没错 还有一题吗 对 接下来这道题就非常关键了 你心里感觉怎么样 心里感觉有点紧张 有点怕 这个冒我就怕失去了 都听在这儿来 第三题 我们一题定胜负 听好了 下列哪种植物本身是无毒的 A 水仙 B 紫薇 C 甲竹桃 即时开始 甲竹桃肯定有毒 哪种植物本身是无毒的 我的手都要放抖 我太紧张了这一刻 因为一题就要定胜负 我是有时间限制的 你不可能无限制的想下去 5 4 3 2 1 时间到 水仙 紫薇 甲竹桃选哪一个告诉我 紫薇吧 B 紫薇 是吧 为什么不选择紫薇呢 因为我知道 甲竹桃是有毒的 水仙放在家里是有毒的 因为我们是 我们这个专业的 不是 我们先别说这个专业 万一一会儿 错了就丢脸了 现在我来宣布这道题 你回答B 紫薇 很关键 再看他一眼 哎呀 我估计完了 这道题你回答B 紫薇 所以 你的回答是 刘建 啊 什么东西没法 夹竹桃和水仙 夹竹桃是有比较强的毒性 那么水仙也是有毒的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自卫了 好了 这个电视机我宣布 属于你们了 第二轮还把他玩 那就玩吧 总要玩吧 是吧 好 第二轮想升级家里什么东西告诉我 我想升级一个冰箱 就是想升级它吗 家里人多起来了吗 想不够用了 对 想大一点 好的 明白了 我手里是升级到家的标记盘 想升级什么东西就把它贴上去 好吗 好 来 第二轮答题难度会增加 但是相应的奖品也会越来越好 这个电冰箱我给你说特别漂亮 特别大 容量啊 那绝对杠杠的 好 我好期待 要不咱们出去看一下 好 搬一点搬不进来 好 那真的够大 太大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看看冰箱 怎么样啊这个 这个够大 不错吗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容量肯定够了最下 我跟你讲 这个冰箱大的连门都不好进了 不好搬 看到它是不是更有动力了 那拼了命也要答处了 多次 12人游戏规则 5提4胜 答题时间为30秒 有一次向亲友团求助的机会 亲友团可同时打电话上网查询 时间为60秒 答对了 立即升级救物 答错了 我们将带走待升级的救物 游戏结束 第一题 酸语被称为空中死神 酸语的PH值范围是 A小于5.6 B小于6 C大于6 即是 空中死神 小于5.6的话 A是小于5.6 大于6 B是小于6 C是大于6 注意你的时间 肯定在AB里面一个 5 4 3 2 1 时间到 你说是死神的话 那肯定会比较酸 那应该是偏酸了 5.6吧 小于5.6 你觉得 太酸了 都空中死神了 所以你选择A小于5.6 对吧 你现在答对了吗 答对了 我选A 你们每次都这么说 他们只能支持你 只能支持我 对吧 好 这道题 你选择A小于5.6 所以你的回答是 正确 好 的确啊 应该是小于5.6的 被称 酸 第一题答对 其实真的对你的信心的建立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接下来 我要拿这三题 对 没错 而且还有一次求助机会 第二题 明放礼炮是一种国际礼节 按照国际通力 明放礼炮的最高规格 为多少响 A17响 B19响 C21响 继续开始 应该是21响 多了吧 我想越多越隆重 你刚才那是觉得越小越酸 这个你觉得越多越隆重 我好像哪里听到过 你是跟这个数量来的 我发现 好像听到过 那就C吧 21响吧 21响是吧 21响是吧 就是没数 那还有你说 注意到了 没数 就是没数 其实关键不就是这个问题 好了 我能觉得挺多的 我宣布 你的回答是 真球 我们的题目对你没有难度 这个因为有点印象 有点印象 好了 马不停题 第三题 好 来 请停题 吃下列哪种食物防晒效果最好 A 葡萄 B 桃子 C 番茄 即时开始 下午 想想看 防晒效果 防晒效果 防晒效果一定是夏天 我告诉你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这是你的时间 我估计是C C吧 4 3 2 1 时间到 来 哪一个 夏天 吃下列哪种食物防晒效果 你想什么呢 夏天 A 葡萄 B 桃子 C 番茄 告诉我 桃子吧 平时喜欢吃桃子吗 平时也不是太喜欢 你以后会很喜欢吃桃子 这下你会对桃子印象非常非常深 你有可能从此以后很讨厌吃桃子 对 到底是喜欢吃桃子 还是讨厌吃桃子呢 现在我来宣布答案 这道题已回答B桃子 所以你的回答是 我估计是番茄 正确的 正确的 应该是正确的 错误的 应该是番茄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C 番茄 我就知道 我来解释一下 番茄是最好的防晒食物 富含抗氧化剂 叫做番茄红素 每天摄入16毫克番茄红素 可将晒伤的危险系数下降40% 所以我们应该吃番茄 多吃番茄 以后你是喜欢吃桃子 还是恨吃桃子 水果还是应该多吃 第四题 蟋蟀的耳朵长在哪个部位 A B B 前脚 C 后腿 计时开始 你也可以选择求助 哪个部位 那要不就求助吧 求助好了 一分钟计时开始 赶紧查呀 那这 西山的耳朵长了 我有点感觉 应该是C了 快点快点 应该是后腿 这个其实浪费求助了 我已经应该有点速度了 不会吧那么慢 你们要快点 时间已经过去50秒钟了 早啊早啊早啊 而是长在那个大前脚的境界上 就是小腿上 前竹是前面的前 前脚前脚对 那还好我求助了 我来选C了 4 3 2 1 就是前竹是那个 前脚是B 那就选B了 你之前一直在跟我讲说 你要选C后腿 因为我有印象好像是C嘛 而且你刚才还在说 哎呀这个求助机会浪费了 我还好没浪费 这个怎么对了吗 你怎么知道没浪费 你当课了吗 我告诉你我们查的人 查错的太多了 哎你怎么脸都憋红了 是怎么回事 热的 你心里惦记着门外那个冰箱了 有点 想凉快一下 这道题 最后查的结果是前脚 对吧 所以你回答B前脚 对不对 B的回答是 我给你讲 今天最紧张是他 他查的结果 冰箱啊 是耳朵吧 你查的是耳朵吧 确定耳朵 你别比了 这道题 你回答B前脚 所以你的回答是 很遗憾 答对了 他下坏了 老妈妈也下坏了 那么好的冰箱 沙沙油好不好给他 非常关键这道题目 钻石的计量单位是 克拉 克拉一词 源自于 A 人物 B 植物 C 动物 计时开始 源自于哪一个 我想想看 非常关键 赛石 对 那就是哪一个 5 4 3 2 1 时间到 来 哪一个 告诉我 只能猜吧 猜 B吧 B 植物 是吧 对 蒙的 蒙 你能蒙了 老爷子觉得是人物 他发现我已经给了答案了 你已经给答案了 改也改不了 选择的是B 植物 是吧 这样去学习 是不是算用几成 33% 1分之1 是吧 对 好了 来 现在我来宣布 这道题你回答B 植物 所以你的回答是 正确 正确 我就知道 动物肯定不可能 人物因为大多数单位都是人物命名 所以我只能猜定 好了 现在我选择冰箱也属于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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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刚才我们是在家里做游戏 现在我们来到大街上 要继续我们的游戏 不过这次会玩得更加惊险和刺激 因为我们要一提定胜负 而且你身上有什么 我们就升级什么 走 找人去吧 两位你好 哈喽 耽误了你们时间 不是那个 哪有天哪 有天哪 面熟是不是 方圆排的 对对对 你好 你好 孙老师 太好了 看过我们节目还太棒了 我是那个升级到家节目的 看过我们升级到家 对不对 这是一个准妈妈是不是 恭喜 谢谢 凡那一会玩一下 因为你们不是两个人在战斗 你们是三个人 失败游戏规则 每个打提者只有一次麻烦机机会 成功 可将身上任意一件物品 立即升级为3000元以内的新物品 失败 我们将弹购打提者的代升级物品游戏结束了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找一找 鞋子 短裤 包也可以 包也可以 你平时就是背这个小包是不是 对 怎么样各位是不是挺阳气的 不错 不错 好了 先拿了你的包 咱们一块去找 好吗 好 OK 就这 就这吧 我觉得应该还适合 那比较一下 你觉得 看一下 这个反差还是比较大 你看你的难还是不难 看一下 哇 天哪 谁出的 这么难 没事 没事 我一般都想吓人的 好 到底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看 五线谱的最早发源地是哪里 A 希腊 B 意大利 C 维也纳 即时开始 喘气已经不均匀了 我跟你说 有100 这种意大人 这种意大人 希腊 意大利 维也纳 到底会选哪 有时间限制到 我要提醒一下 说的应该都无所谓 我忘了 5 4 3 2 时间到 选那个B 意大利 对 是不是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为什么选意大利 因为我们 密约是去哪里的 在地点当中 因为去了意大利 所以就说选了意大利 蒙的 很多人我觉得会蒙 维也纳 对不对 因为说到音乐 对 其实两个是国家 先到一个市场 一个城市 这道题到底对不对 接下来我要宣布答案 这道题 你回答 意大利 所以 你的回答是 臭的 非常遗憾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五线谱是目前世界上通用的 G谱法 那么它最早的发源地是在 希腊 所以说应该是希腊 他们俩在捣针东西 好了 有没有了 两位 非常感谢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从见到你们开始 我就看到你们的脸上 一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可见你们是非常幸福的小两口 而且马上会成为幸福的三口之家 是不是 最后记住 一定要记得意大利 我觉得希腊了 希腊了 谢谢 谢谢你 再见 拜拜 包了 就是这个小区了 天快下雨了 走吧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家庭 祖孙三代人 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 而且呢 他们还特别喜欢钻研古代文学 喜欢书法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家人呢 马上我们去认识一下 你好 哈喽 红飞 宋红飞 欢迎欢迎 我们到家了 欢迎我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是我们全家给你们精心准备的一副对联 那一年 成文化西传统 央视行来 节光鲜南北 嗯 太棒了 下一年 惠名声推家电 鹏飞 溃雨 敬家美东西 这里边还有我的名字 对 横批 就是升级到家 刚才我在到你们家进门之前 我还是跟全国的观众在说呢 这家庭啊 祖孙三代人 都特别喜欢传统文化 喜欢书法 我二十几年如一日 每年新春假节必自转自写 给家里面美味亲人 有针对性的做一个祝福 比如那次对联 是给我老伴的 上一年 把酒面虚风 虚风就是河南的春风 三餐四菜品纯美 老伴给我们精心调制这三餐四菜 下一家大厨就能够 对 下一年 绰明喝茶 绰明对青阳 五内六气感细香 喝着酒 同时品着茶 对着这个河北的阳光 五内六气 是我们的五脏六腑 都感到了饭菜的细香 美味 带来雨露甘霖 横批 雨露甘霖 对 太棒了 我说你做饭一副百做呀 就为这副兑联就值了 这不是电脑吧 是六七年了 出的都是夜经的电视 看起来感觉怎么样 现在 又小 又小 又旧 又破 这里有升级到家的标志盘 想升级什么东西 就把它特上去 来 交给你 小朋友 这个家庭当中 因为你们太有才了 到底选谁来答题呢 谁 对 你认识他吗 我爸 对 您觉得呢 对 选择我少掌柜 少掌柜的 选一个平均数出来吧 您就不觉得老掌柜的上来感觉更呢 老掌柜现在不太给力 大家是不是都同意有他答题 同意 来请出列 大家对你都特别的看好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你们对我有信心吗 有 哎呦 我天呐 我给你对我有信心吗 有 他说我好像没有 真的吗 那不可能啊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升级这个电视机 因为女儿特别爱看对吧 对 他想换一个大的彩电啊 小苗对你提这样的要求 你不会让他失望吗 应该不会吧 那你自己答题 你问我干啥 好 好了 答题之前 要不要先看一下 给你们准备的那台 要不要 要 要别人 下风 要不要 滑 不可爱啊 啊 哎呀 怎么样 哪种之物 摸一摸 这个我们二十五 啊 哎呀 哎呀 第一队游戏规则 三提两圈 答题时间三十秒 有一次向亲友团求助的机会 时间为60秒 答对了 立即升级救务 立刻选择继续第二轮游戏 答错了 我们将带走带升级的救务 游戏结束 第一题 书是对什么的总称 A 蔬菜类 B 辣椒类 C 豆类继续开始 书是草字头底下一个 叔叔阿姨的书 C 豆类 好像你只是简单的思考了一下 还有时间还考虑吗 不考虑 不考虑了 好的 为什么会选C呢 书卖季道 这都是无骨里的 我认为是豆类 真是好像掌握的知识挺多的 不像有些人很茫然的去猜 他胸有成竹的感觉 对不对 你们觉得答对答错 是 这么一致吗 一致 这么相信他吗 我宣布第一题 你回答C 豆类继 你的回答是 正确 正确 果然很厉害 那些少掌柜不得了 第一题就其开得胜了 好了 第二题 盖有哪种形状的工章的肉是可以食用的 A 矩形 B 椭圆形 C 圆形 即时开始 买过菜吗 买过菜 但是我确实没吃过卡章的肉 只能说你没看到 但你吃过的肉应该都是都卡过这样的肉 是长方形 矩形的还是椭圆形的还是圆形的 助你的时间 5 4 3 2 1 时间到 椭圆形 B 椭圆形 是吗 对 蒙的 百分之百蒙的 你不怕蒙错 那就全片运气 好 这道题 你们觉得答对答错 我觉得有了对还有了错 等于没说 好 现在我来宣布答案 这道题 你回答B 椭圆形 我都紧张了 所以你的回答是 错 很遗憾 真的答应该是C 圆形 这道题答错了 我估计明天早上 你就开始到财市场去看铁了 晚上就去 晚上就去 一般招全是圆的 是吗 我看那些跟发票张 大罗团 不 姑娘 我们说的是肉 不是发票的张 你算干的张 对对 干在猪肉上面的张 这道题幸运有关 现在心情怎么样 干净 干净 我准备要开张 要收获了 女儿一直让你淡定 好 来 听好你的 这道题目 哈尔滨市的 最高的移动楼房的高度 是多少米 我开个玩笑而已 这不是题目 我看你比较紧张 给你放松一下 但这题目还真难 接下来真正的第三题要来了 风骚一词 最初是指 A 文学素养和文采 B 女子姿色美丽 C 天气情况多变 计时开始 求助你们吗 一分钟计时开始 你答 我答 我答 我不知道 你呢 我看的对很像 没有 没有 又在那之外人 求助完了 回答 求助完了是吧 时间还有还考虑吗 不考虑了 不考虑了 告诉我答案 应该是A 从我的记忆中 风指的是诗经里的国风 骚是处司里的离骚 这是所谓风骚的由来 那么你的回答是A 文学素养和文采 现在我来宣布 这道题 你回答A 文学素养和文采 所以 你的回答是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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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男种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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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年 还是不是继续 继续 好 按大家一点 我想问一下 第二轮大主 最想升级下的什么东西 笔记本店 这个小东西 从08年 一直跟着我 6年 想把它升级一下 好了 来 升级到家 想升级什么东西 就贴上去 教你 好 好 升级它 这么好的事 给你割 因为他玩过瑜 听到 天哪 听明白了没有 各位 他拿新的 他哥拿内秀 好 明白了 我们就看下新电脑 长什么样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好 怎么样 好 这是我的 那咋安提呢 怎么能给你呢 对不对 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会给你提到的 喜欢 对 没错 来 喜欢 喜欢 来 看一看 如果 我看 我真的要冷 看一看 第一题 第二岸游戏规则 五题四胜 答题时间为三十秒 如一次向亲友团求助的机会 亲友团可同时打电话上网查询 时间为六十秒 答对了 立即升级救务 答错了 我们将带走再升级的救务 游戏结束 第一题 无中生有是36计当中的哪类计策 A 胜战计 B 敌战计 C 攻战计 计时开始 求助 一分钟计时开始 如果在一分钟之内没有查到 会浪费一次求助机会 不着急 圣战计 敌战计 我们只剩下20秒钟了 抓紧 5 4 3 2 1 时间到 选择A 选择A 是吧 刚才你们在查的过程当中 我听到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说敌战计 是老爷子 对 对不对 老爷子你觉得他查的对还是对 那这个查当然是我相信这个结果 但是按我的理解 似乎好像是敌战计 你的个人理解应该是敌战计 现在我宣布这道题 你回答A 胜战计 所以你们的回答是 错 很遗憾 这道题答错了 正确答案应该是 B B战计 老爷子答 这个咱们到时候可以 这破手机该升级了 下回升级手机 对 来 马上我们开始第二题 现今的北京烤鸭始于 A 南京 B 洛阳 C 西安 计时开始 北京的吊炉鸭子 北京烤鸭很有名 到底是南京洛阳还是西安 这道题非常关键 5 4 3 2 1 时间到 到时候 西安 为什么会选择西安 很多天安 我们选 我选南京 你的原因是什么 南京因为做鸭子 有传统 在我们国家 明目凡多的鸭子做法 南京 有特色 好 这道题 你的回答是 C 西安 女儿已经把头转过去了 她好像 已经很紧张 在等待这个结果 不紧张 好 现在我宣布 这道题 你的回答是 从 很遗憾的 很遗憾的是 正确答应该是老爷子的 南京 是吗 还不如选 说的很对 你要说什么 还不如选老爷子来答题 应该让老掌柜来答题是不是 也不要紧 因为我觉得 这个答题 本事就是一场娱乐的活动 幸福的遗憾 这个没关系 没错 但我想跟你说的一句 什么关键的话 人家都说 家有一老是 如有一宝 对 所以作为年轻人 都应该像年长的老年人 我们多跟他们学知识 学作人 我们送点掌声 给我们老爷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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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按照节目的规则 必须我要把这个新电脑 先拿走 好吗 好 好了 好了 拿过了这个新电脑 小朋友好像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是不是 哦 他们俩特别的舍不得 好了 宝贝 对不起了 这个旧电脑 我必须要带走 好吗 给了它吧 好不舍 那说不来 你就给它 好 好 带走 不觉得有点空了吗 手伤现在 是不是 不明 还在这里进去 这个孩子这种 对生活的乐观的态度 同样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对不对 咱既然拿走了那个 咱们还有大电视吗 是不是 对 本节目奖品由海尔集团赞助提供 感谢海尔集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哎 来了 我觉得不错 今天全家人通过共同的努力 一起来大提 最后通过自己掌握的支持 得到了这一台大彩店 真的应该给自己一点掌声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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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结婚的 生快表情吗 就在这儿啊 这儿啊 记得到这儿啊 现在能不能够 就在这儿啊 再又再次